今天我们来听声如人心男团演唱的春风之里 这首歌演唱的是陆仙森乐队 然后它是一首民谣 他们果然还是继续坚持了上一期所说的 就是希望把美声唱法融入到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中去 继续这种挑战 好就让我们来欣赏吧 我在耳环路的离别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生里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今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的门 莫名的倾诉啊 请问谁能将它太遭难 只好把岁月画成歌 留在山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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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κ 以国出版文字幕志愿者 由李宗盛 在山河 中文字幕志愿者 要 与血 亚 向 开始 你 在山 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在耳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逝离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太好了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春风十里也不如你 这次和声不打架了 这个蔡成忠的声音也突出了 然后熊川也唱回南中英了 而且同桌的音色 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 其实相比于上一场 常摇滚 他们可能有点发力过猛 这一场回到民谣 是一个相对柔和的 这个风格吧 一种比较清新 比较柔和的风格 可能就是相对来说 更容易把控一些 前几天我又听这个真爱乐章 感觉这首歌的编排 还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其实一开口 能不能把这个观众听众拉进来 拉进这首歌来 是一个挺重要的事 然后熊川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它就是依旧是让我如此沉醉的声音 其实它每次可以分到的part挺少的 就是一般就是开头结尾 就是两个部分的开场 然后这一次呢 中间有一段 中间有一段 就是三个人来给他衬托 做和声衬托来衬托他的声音 其实这一段我是挺惊讶 挺惊喜的 对可能我听的比较少 但之前确实没听过这种 就是三个人来给他做和声 为了衬托他的声音 其实可能也是觉得这首歌 对于他的声弦来讲 是比较合适的 觉得这个 他这个声音出来之后 就是就是有那味 然后然后上次我也说了 就是我我最不理解的 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就是蔡成玉的声音被压制的非常厉害 然后我也看到留言就是说让我去听一听王一云的版本 然后我去听了之后呢 确实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好好一点吧 对但是跟我想象中的那种感觉还是还是不一样 听完之后呢 我还是觉得说就不管这首歌还是上一首歌听完之后 还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呃 男团里面 这个团体里面是蔡成玉一定要是做C位的 但这首歌就是其实关于权重这方面已经是变化挺大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点啊 就是当高天鹤他们的花枪完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的和声是没有他的 就是高天鹤没有来唱 这段和声一直是由蔡成玉在主导 对真的本身其实四重唱啊 就是很很困难的一件事了 然后如何能可以把和声编写的就是很和谐啊 又可以让该突出的地方或者该突出的人真的凸显出来 对这真的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 当然从我个人的音乐审美来讲啊 这一次真的很棒啊 真的很不错 就是整个编排也没有那么满 然后也有适当的留白 然后增加了一些二人或者三人的和声 确实对于他们来讲呢 就是这也是一个在不断探索的过程吧 但是作为一个美声男团 其实我觉得只有当他们真正去演一首纯美声的这种风格的歌的时候 我们才能去才能够真正感受到 就是他们的这个磨合的究竟如何 现在因为就是整个他们的选取的风格差异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只能单单独的来去听每一首歌 最后说一点啊 他们今天穿的很绿 我很喜欢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象征你 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吧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